Hello 大家好 我是米奇沃克斯 终于呢这个苹果的RK Games 然后可以用了 然后它最先呢 推出在这个iPhone上 然后其次呢到了这个iPad Pro上 其实当它在手机上已经可以运行的时候 我当时想跟大家录一个视频 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游戏 但后来发现 其实我真正觉得 在一个游戏平台上 作为一个游戏平台 OK 那画质和呈现的画面的冲击感 我觉得如果我比较看重的话 或者说在座的各位 有任何比较看重画面感的话 我觉得只有当它到了iPad上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意义上 让它感觉到 这个游戏是一个平台式的模式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苹果的RK Games 到底值不值得我们花一个月 像4块9毛9美金去租一个月 这些游戏 那这些游戏到底好不好 然后听我来讲解一下 OK我非常激动和开心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苹果的Arcade 那我要说的是 其实这个游戏呢 可以在很多平台上玩 比如说除了iPad Pro 然后我们可以用iPhone等等 然后甚至呢 我们可以用iPad TV 同时呢它还支持这样的手柄 OK这样的游戏手柄 这次苹果Arcade 对于我们游戏玩家 算是一个比较看重的一个点 那它真的是 想把游戏做得特别好 所以支持了很多外设设备 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它的游戏 我们可以看到 它每次呢 会在主机上面上推荐一个游戏 我每次打开这个呢 都会发现游戏的推荐都不太一样 所以它对Arcade的这个栏目的运营呢 还算是非常的看重 那上面有很多游戏 刚开始推出这个服务的时候 它大概有100多个游戏 那它的游戏种类也是非常丰富的 这边有家庭的 就是说比如我们家有小孩子呀 跟小孩子一起玩的 游戏种类还是蛮多的 然后这边还有就是多人游戏 多人在线游戏 或者说多人可以一起来 通过一个平台去玩的 然后这边比较开心的是 它有这个索尼克的Racing 然后我这边点一个get 然后让它先下载 等一下我再说为什么 这边有很多游戏我没有下载 然后还有action 还有这个动作 比如说这个运动啊 游戏真的是很多 还有这个hot lava 这个游戏我试了一下真的是挺厉害的 然后还有for beginners 就有一些游戏的入门者 我们好像不怎么去玩这个手游啊 但这边呢可以让你提前适应一下 包括刚才那个主界面的高尔夫 然后还有解谜类的 还有策略类的 还有冒险类的 还有角色扮演类 然后还有planformer 就是还有一些就小平台 比如跳蛙呀 我觉得它种类真的是已经涵盖了方方面面 我大概算了一下应该是超过一百多个的 当然我不可能在一个视频道给大家就是完全试完 它有推荐还有雷曼 雷曼其实之前都是要付费 但后来也有很多免费 然后我接下来演示的就是一些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游戏 当然我不可能把它完全下载下来 所以我们只试试几个小一点的 那么在试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我没有把这所有的游戏下载下来 是因为非常简单 这是我的iPhone 11 Pro Max 然后呢它是一个256GB的版本 那可以看到这边呢都是我下载的 24个游戏 然后这边又有24个 已经48个 48然后这起码也64个 可以看到很多呢都是没有安装上 因为我觉得它的容量 然后包括游戏容量真的是有的特别大 有的就一两GB的 所以它不是说这么多100个游戏就是烂于重属 那真的不是 今天我们试一下就是 很多人比较看重的说 被称作苹果上面的塞尔达 那就是Ocean Horn 在每个Arcade游戏开始之前呢 都会有一个那个logo 可以看到 非常有点像这个日系欧饭的这种游戏 Ocean Horn 2 然后现在给我的画面真的非常震撼 我觉得哇 点先开始 然后点新的游戏 然后刚刚是先讲述这个游戏的一些 这个故事 然后这边我可以长按 然后跳过 然后可以看到这画面的解析度 这个成像 给我的感觉 它真的是有一点像 在这个PS3上面的一些游戏 为什么今天用iPad Pro来演示呢 是因为我会觉得 虽然说它支持很多这样的平台 但是我觉得还是iPad现在的图形芯片处理 是最厉害的 当然是除去MacBook 现在给我的感觉 这个成像已经是属于主机级别的了 至少是一个可成型的一个游戏平台 应该具备的素质 像它的建模 这画面感 都是非常棒 然后我们继续跳过 蓝蓝的天空 白白的云 清澈的湖水声 给人这个玩游戏的时候 这画面沉浸感特别强 哇 可以看到它这个帧率还是非常顺滑的 到现在为止没有感觉到非常生硬的卡顿 海鸥在海上飞行 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画面真的是不错的 还真的不愧是被称为这个苹果上的赛尔达 我不能说它现在这个画面感就特别强 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游戏呢 建模太精细了 所以在iPad Pro上 就甚至现在在iPad Pro上 我都会觉得它是画面不是那么流畅 不能说是 就是 我觉得它没有达到30帧每秒 因为它这个建模真的是 令人感觉到有点夸张 这边可以雕出物品栏 雕出菜单 往前搜搜搜看 哇 有个怪物 屁的 哇 哇 哇 双击还可以滚动 我觉得它那个帧数应该在20帧左右 看前面有人 哦 看这个还可以打枪 OK 还是用刀来搞定 那这个游戏 我觉得如果说是有很多时间可以耗的话 或者说你真的很想把一个游戏的里边的关卡的任何秘密和故事情节都很怎样很仔细的过一遍的话 我觉得这个游戏可以让你玩很久 看着这个交互式做的还不错 看着地图上前面这个有一个标可以打开地图可以看一下 看整个操作 比如说挑战关卡 还有系统 我觉得画面清晰度锐利度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这要强于很多很多的这个平台游戏 那包括平时我们玩的任天堂Switch 它的画面解析度没有这么强 都会觉得 哇真的用这样的平台去玩游戏 我的鸡皮疙瘩真的可以起来 因为它真的是跟以前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我并不是说之前没有推出类似这样的游戏 但是Arcade 起码这个游戏素质 我觉得光这个游戏有花一个月花个七八块 我买下了它我都觉得很值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那这个游戏一看好像说不应该花钱啊 怎么这不是就平时的免费游戏嘛 那到底要不要为什么要花钱 我们过来看一下 首先它不用内购啊 不用内购你死了之后就完蛋了 所以它没有说你想花钱可以解决事情 然后OK画面十足的不错 点一下这个跳跃嘛 点方向彩蛋 然后再回去 回不去了 往上滑再回去 那这个第一关非常简单 整个游戏的喜庆感十足啊 下一关 那我会觉得这个游戏呢 其实相对来说 那我们可以不用花钱就去玩 当然是从我这个游戏审核的质量上来说 我觉得 但是画面感还是真的非常好 不像我们平时做那种棋牌游戏啊 或者说这种平台游戏 有点那个粗质烂造 它起码还是在很多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边还得躲 还得躲蛇 能回去吗 好 这个呢就是出来捡蛋 然后把蛋捡回去 这是这个游戏 那我觉得这个没有多讲 我们再看下一个 然后这边呢 我其实下载了蛮多的这样的游戏 看一个Kings League 2 那第二代的话可能有第一代作为基础 OK Arcade 还是非常史诗级的一种画面感 然后开始 然后有故事模式还有经典模式 我们看一下故事模式 选择开始 那这个就属于这个角色扮演类游戏 Valori A respected guild 但是K可以看一下 真的这画面每次过来都会觉得 这游戏做得非常的完整 然后比如说这个 品质这个 原画呀 还动画过渡啊 还有人物设计 我会觉得真的非常精致 值得我们花钱去 拥有这样的软件 好了游戏要开始了 这好像是一个横板过关的游戏 可以看到这些文字真的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清晰 然后两个在对白 当然如果你是在中国去的话 应该是中文版 那我这边是英文版 然后按下之后 练大招 整个游戏成一个自动模式 我又会觉得这个游戏呢 其实好像还归属于那个免费类 就是可以作为免费 作为内购游戏 就每个游戏呢 我给大家就简单演示一下 这是这样子 我们再试一个choo-choo 然后还是一个横板游戏 那刚才上一个游戏呢 这个赤家 这个Arcade游戏里面呢 其实会有很多游戏制作大厂呢 去协助 或者开发一些游戏过来 我觉得 这也算是一个Arcade的游戏质量的一个保证 整个画面的这个风格也属于这个 比较适合上网玩的游戏 但整个画面 大家看这个载入速度 哇 你看这个3D做的 这个阴影光效真的很棒 不像是粗制滥造 不像是很快就要那个什么样 我们看一下怎么过 点一下前头 oh my god 做火箭吗 就两个 那会让它走这边走这边 走这边 走这边 然后走这边 可以 嘿嘿 搞定 这个游戏我称它为 其实也可以作为免费游戏 至少我觉得质量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再看一下 Assemble 你看这个游戏好奇怪 what 还要横过来吗 还要说 你看这启动方式真的很有意思 这插上了 插到这里 哦游戏还要戴上耳机 说明它的音效做的会非常不错 它 然后 直接可以按一下 播放 哎呀 到底怎么办吗 begin OK 哇 这阅读式的一个游戏 我还是建议小孩子去玩 同时如果你想学英文的话 没问题 I'm a restorer by trade OK on pack i know it was my chance to take a break 那这要打开箱子 放在这里 刚才每个游戏的游玩方式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看看这里 我帮一个女生整理箱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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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全拿出来介绍一下 香水 眼镜 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很适合想学英文的人 每句话都会标出来 这个游戏我觉得大家玩的话学英文值了 这个钱值了 都拿出去 告诉你这个东西怎么用啊 解封信 玩这个游戏非常舒心 如果戴耳机的话真的会非常的舒服 它会让你 哇 这游戏真的蛮有意思的 之前很少遇到这样的游戏 又开始越多适 然后跟随它的一个旅程 我其实称这个游戏为学习英文最好的一个游戏之一 OK 这个游戏我真的需要慢慢去品味 当然了如果平时我们用手机出去玩 我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它支持众多的苹果手机 如果你有的话 无论多大多小都可以 所以都没有问题 在iPad试试了这么多 那我们在手机上什么样子 我们在手机上感受一下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 我刚下载了一个Sonic Racing 那我其实真的很喜欢这种竞技类游戏 那我还想在这边给大家试试竞技类游戏 我觉得一定会特别有意思 来吧 Sonic Go Online 我们先玩离线模式 没有问题 OK 重新开始 这个赤家跟Hardlight共同开发 先开始来一个这个 教程观 其实大家也知道最近呢 马里奥也配出了 马里奥卡在这个平台上 游戏看画质 画质非常好 哇哇哇哇 这画面流畅度相当的好 但是就是控制真的太难了 啊跟那个马里奥赛真的很像 可以用道具啊什么的 画面流畅度没有问题 非常的好 真的会感觉到藏在一个 非常大的游戏主题上在玩 哇哦 视觉有冲击感 音乐也不错 但音乐不是说特别动听吗 哇 我的天哪 就这个游戏 我觉得花几块钱是值得的 因为感觉这个游戏画质和素质呢 并不属于免费的范畴 那 好 我们进入到手机 其实还有另外游戏我想跟大家说就是 乐高的 但是我想在这个手机上跟大家说 在手机上我们玩一下这个乐高的brows 其实还是在iPad上玩可能更好 看 这个手机的启动速度也蛮快的 乐高 对吧 比这个游戏平台上好一点的地方 就在于它启动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这边可以进行一个旋角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训练 这游戏呢我之前其实已经稍微玩过一点点 但是在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 画面流畅度是非常惊人的各位 我选择这个骑士了 看这个真的是在玩一个游戏主机的感觉 先去捡个箱子 哇 这个游戏很鬼的 搞嘞 搞嘞 呜 看这个效果 在吧 emoji oh 每一个 画面流畅度 一流 游戏音效 一流 我要挂了 ok 得到一个宝箱 当然支持上面其中一个一个小些游戏 那我们进行另外一个游戏试试看 那其实游戏真的非常的多 那可以看到随便再来一个 选一个这个Space Land 看起来听着很苦气 然后同样也是可以开始一个Arcade 其实利用手机玩的话 左边这个还是蛮影响的会觉得 选择语言 OK 我看语言这边可以选什么 我们选择简直中我们试一下 顺便变成新游戏 简单策略新手 那这游戏呢是一个 策略型 音效不错 音效非常的不错 加载速度看一下 加载速度也不错 其实游戏的画面 做的还是相当给力的 好我们先来第一关试试看 有点小小的诡异这个游戏 找到求救的人 怎么走呢 这让我想起的 很早之前在电脑端有一个叫 叫什么十字军来着 远征的十字军 对手回合 这是一个战棋游戏 那我会觉得还很有意思的 这是求救的人吧 找到了 请先完成任务 找到了 先搞定它 哎呀 被这 哇 看着不要弄死了 好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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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好了大家什么都没有看到 ok 我不能说呢 在上面的每个游戏呢 大家都会很喜欢玩 甚至呢 有些游戏呢 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平台上 虽然苹果2k 在上面有超过100多款游戏 包括之后的每个月更新的新款游戏 然后再加上之前的游戏升级 我只能说 当你每个月花4块9毛9买这样的服务的时候 你要考虑一下几点 第一 这游戏你喜不喜欢玩 或者说这些游戏酷里面 有没有你喜欢玩的游戏 如果有的话 那对你来说是值得的 那第二个它的优势在于 它是用统一的一个平台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 几乎苹果所有的平台上去玩 用手机玩 用平板玩 用Apple TV去玩 那TV的话可以配手柄 那也可以用电脑玩 那电脑玩 它硬件配置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 所以因为配置的不同 它每个游戏在不同的设备上表现 是不太一样的 这点大家要知道 然后它游戏的碎片化呢 一定会有 大家也要清楚 是不是每款游戏你都想玩的 但是呢我们对比现在所有的游戏平台上的这个价格 我可以这么说 对于一个这样的游戏模式 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庞大游戏酷让去玩 在通过刚才我们演示的几款游戏的质量上来说 它定价呢 我不能说非常的厚到 那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高的 它可以再降低一块美金 我觉得更加适合 因为我们现在有Xbox Games Pass 你也可以玩很多游戏都是PC级别的 但是痛点就是你必须坐在电脑上玩 你必须坐在这个强大的硬件配置上玩 那苹果有它的优势 便携性非常的好 而且现在这个信息实在如此变化莫测的年代呢 说实话能在手机上快速玩玩游戏 消磨一下时间已经非常不错的了 那对于一些职业游戏玩家呢 我想这个平台暂时呢可能不太适合你 因为它上面还没有说提供一些非常好的竞技游戏 说在这个游戏库里边 当然苹果平台上的这些游戏呢 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模式了 包括这个付费的和那个内购的 那对于这个突然间属于一种租用的模式 大家呢其实可以真的自己考虑考虑 到底这种服务适不适合你 你呢是一个游戏玩家呢 还是一个就是工作族 但是同时也想通过一些游戏去放松一下 又不想因为一款游戏 因为花钱越多 你可以得到更多的这种优势 那你想在一个相对来说公平的环境当中 去消磨时间的话 那我觉得苹果的Arcade呢是 对你们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消费的服务 那我希望未来 其实苹果把这个服务的价格再降低一点 因为后来呢 谷歌也推出了自己的作用游戏服务 它的定价也是4块9毛9 所以苹果Arcade刚刚出来 就遇到对手了 那究竟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未来再说了 大家请记得订阅和关注我的视频频道 我是米奇沃克斯 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简单的苹果Arcade的体验 拜拜